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,台北市政府去年3月已税及资料查大殖民水路,近夜一路一带大湾北断商业宅,一次查到1678户商业宅,去年底开出第一波罚单。 市府今天在开记者会表示,目前人胜约1159户尚未改善完毕,都发局长林周明说,大湾北断商业娱乐区人间聚商业中心地位因此不会变更都市计划,但他首次抛出解套方案,将在中山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内纳入开发许可,让违规住户缴纳容积楼地板面积每平18、23万元或16。 18万元的回馈金就可以就地合法。 都发局强调,开发许可方案还需经都委会审核才能确定,预计5、6月就会审查中山区通盘检讨,根据都发局出拟开发许可方案,公告实施55年内需所有全人100%同意,整合至5000平方米以上,并在变更使用执照时缴纳回馈金。 都发局表示,目前回馈金共有两个方案,分别为容积楼地板面积18、23万元或16。 18万元,若以平数平均30平计算,就是节勤约546万元或485万元,就可就地合法。 媒体询问,若是否在大湾北段开先例,是否未来内湖五旗等商业宅工业宅泛滥区域也将会比照办理。 都发局副局长张刚为澄清,过去文山区毛空及北投行一路也是从保护区,为了产业发展透过个案都即变更并缴纳回馈金。 张刚为也说,大湾北段已经定位是台北市商业中心,但各工业区还是要维持,因此目前不会套用大湾北段处理方式,但当被问到是否可能因为地方或议会压力放行,他回应,还是需要看都市计划定位。 然而根据内政部市价登陆,该区的每平市价约67至112万元,缴纳16至18万元的回馈金与都市计划法案次开罚6到30万元是否符合比例原则。 张刚为称,开罚间隔约9个月,因此不能用罚款跟回馈金做比较。 林周明补充,现在大湾北段市价较高,但当年第一手或转手后的买卖未必相同。 至于目前开罚状况都发局,说第一期共送出250件罚单,目前共有165件已改善完毕,85件未改善。 林周明说,去年2月共有1678户违规,违规楼地板面积占整个大湾北段16。 15%,今年2月已降至1159户违规楼地板面积为12%,都发局强调在完成都系通检之前将会持续开罚。